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姐 昨天我跟阿萍聊了一下 就是说老潭要问阿萍借10万块钱 去跟小小结婚 其实阿萍也没什么钱 他也是就靠那几头牛生活 但是阿萍也需要钱 你看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也需要装修房子 结婚什么的 但是如果他把钱借给老潭了 他自己要到猴年马月才能把那个房子装修好 然后阿萍他就叫我去 去一下小九 叫他彩礼要少一点 别那么多 如果阿萍真的把钱借给老潭了 到时候他们结了婚以后 还不是要两个一起还 就等于说小九自己娶自己的 小九拿钱自己娶自己的 我想借钱结婚 我觉得没必要 有多少就是给多少 反正都是婚扣要一起还的 那更加累 觉得生活更没有意义 结了婚 也没有必要结那个婚 这个是我们第二季种的玉米 已经这么高了 这个是种给鸡吃的 因为那个黑糯玉米买不到种子 只能种给鸡吃的了 到时候不用买玉米 也是一个样的 今天中午跟小九聊了一下 他说不可能去问大哥借钱的 因为大哥那条件他也知道 他也需要那一笔钱自己专修结婚的 所以他叫我放心 肯定不会问大哥借 对 对 感谢观看